县长徐真卫在民政处长江东城以及建设处长邓紫瑜的陪伴之下 接见了新任封冰箱长江丽廷以及封冰箱待会副主席陈天高等一行人 勤勉新任的箱长能够带领封冰箱走向新的气象 并且和县政府洗手合作替乡亲打造更多的福祉 关于县长徐真卫在民政处长江东城以及建设处长邓紫瑜的陪伴之下 渐渐新任封冰箱长江丽廷以及封冰箱民代表会副主席陈天高一行人 虽然许周围肯定封冰箱阿美族传统文化的优良传统 为在地创造独有的部落特色 未来将持续为封冰箱的医疗、交通等基础建设给予支持 消弭城乡差距 封冰箱长江丽廷也感谢县府长年为封冰箱亲争取福利以及建设 希望未来持续与县府建立良好关系 积极打造地方基础建设 共创幸福花莲的城市印象 新任冰箱长江丽廷是赛德克族人 从既成公共卫生护士做起 对面来在各部落服务 地方更云多年 将县长重视教育政策 为了除了提出专案课后辅导 结合乡内精英共同成立教育资商委员会 并且寻求资源拉近孩子们的城乡差距 办理多元语言成果发表 建立偏向学者自信心 争取部落将建战成立 训练照顾服务员增加工作机会 蜂蜜香聚集阿美族、格曼兰族以及撒吉拉雅族的社群部落 丰富的传统清典与生活共存满山翠璃 海天已设大智能景观 让丰富冰箱这座滨海山城 拥有台湾东海岸美丽山海走廊的美名 记得喜欢华彩华导